马来西亚28号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国会下议员议员和地方议员的候选人登记工作 标志着马来西亚正式进入为期11天的候选期 现任马来西亚总理执政联盟国民阵线领导人纳吉布 28号上午在彭亨州北干完成候选人登记 正式竞选该地区的国会下议院议员席位 纳吉布当天身着传统马来族服饰 在支持者粗拥下进入登记中心 与纳吉布竞争这一一席的还有另外三名候选人 不过纳吉布自1976年起便一直担任该地区的国会议员 现年92岁的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 当天在北部吉达州的林家卫完成登记 将率领反对党联盟向执政联盟发起挑战 马来西亚选举委员会28号下午宣布 已经对登记的候选人完成审核 有超过2300名候选人符合参选资格 马哈蒂尔曾是马来西亚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理 影响力不容小觑 但马来西亚莫迪卡民调中心27号发布选情分析称 国民阵线已经执政超过60年 根基稳固 马哈蒂尔取得政权尚存很大困难 本次大选的投票日为5月9号 候选人将争夺222个国会下议院议席 和505个州议席 取得下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可以组合